巴黎奥运官网选手资料页面当中 都有选手们亲口念出姓名的音档 但是我国极舰选手陈一通 他的名字却被误直了 台湾新闻也独家访问到他 他们叫我们拍照的时候 一张是庆祝 然后一张是就正常的 然后我在庆祝的那一张 就是我还没ready他就拍了 实在哭笑不得 好不容易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巴黎奥运官网 看看其他中华队选手 清一色都是制式化的针对镜头 唯独这一张是中华队极舰选手陈一通 他的大头照没看镜头 脸部跟眼神微微朝下露出侧脸 甚至还抿嘴究竟拍摄当下发生了什么事 但不只是大头照被网友发现与众不同 巴黎奥运官网上还隐藏着小彩蛋 让参赛选手自己亲口念出名字 以便转播单位能有正确的发音 只是点开陈一通的音档 怎么听都不是陈一通三个字 音档物质没关系 陈一通两个版本通通原音重现给大家听 虽然巴黎奥运只步32强 但也写下中华队奥运史上极建项目最佳成绩 回顾32强赛事被裁判要求换件 他更形容是第一次遇到 强调自己是输在战术 更期许下一届洛杉矶奥运别赛一个人参加 誓言一定要夺牌 圆自己一梦 记得中文报道